一个活口也不要!俄军特种兵公路扫射可疑车辆,就为一个理由。 近日,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特种部队展示了,俄罗斯特种部队是怎么进行拦截可疑车辆的。 为了确保绝对的安全,警察车辆会在公路上进行巡逻,在发现可疑车辆以后,才会通知俄罗斯特种部队出动。 这些俄军特种部队将会乘坐便于上下车和发挥火力的面包车。 在定位和发现可疑车辆以后,俄军特种兵首先打开面包车侧门,随后三把安装瞄准进,枪身有尼采的AK-74突击步枪和AK-S-74短突击步枪。 一起向可疑车辆开火,主要是打碎车窗,让其他特战队员将暴震弹车进对方车内。 随后,接停可疑车辆,俄军特种兵兵分两路,一路使用突击盾牌眼裤从侧面接近可疑车辆,一路俄军特种兵从可疑车辆后部接近目标。 侧面的俄军特种兵接近以后,直接向驾驶室再进行一轮火力突击。 而从后部接近可疑车辆的俄军特种兵,则从车辆后部再进行一轮火力突击,首先是,使用宝破装置炸开后车窗,随后,向车内开火。 整个行动过程,俄军特种兵都没有给可疑车辆内人员,任何还击,或者引爆炸弹的机会,直接就是不留火口式的几轮火力打击。 实际上,这也是俄罗斯特种部队多年积累的战斗经验,现代武装人员往往都是亡命图。 并且配备重火力,以及大量炸弹,如果按照对付一般罪犯的方式,进行各种检查,盘查,等等步骤,就会给自己造成严重伤亡,还会导致对手有可能逃破。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,俄军有助与车辰武装分子二十多年的战斗经验。 车辰人战斗能力非常强,性格凶悍,而且善于使用各种轻重武器。 从狙击暗杀,炸弹袭击,突袭重要目标,比如剧院学校体育场。 从火箭筒反坦克,攻击直升机到地道渗透,使用汽车炸弹可以说全都精通。 因此,俄军特种部队是不可能想对待普通犯罪分子,那样对待车辰武装组织的。 不过,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发现俄军现在的武器装备确实,有了改进。 而且,俄军使用的并不是在中东和非洲常见的AK-47突击步枪,而是AK-74突击步枪。 AK-74突击步枪虽然口径小,但是换档下速度非常快。 AK-74的加工功力更高,在射速,后座里和精度上都超过了AK-47突击步枪。 而且,现在俄罗斯特种部队使用的AK-74还装备了瞄准进、小把握、枪身移裁等等配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